HELLO 大家晚安 我是Kengy 今天沒有要來分享歌曲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在大學期間 去電影院打工的經驗談 和甘苦談 那當初我怎麼回到電影院打工 是因為我真的太喜歡看電影 然後剛好那時候有朋友 又在那間電影院工作 同時那間電影院 又正在招募新的員工 所以我就去應徵 很開心的就上了 然後就開始我這一段長達將近一年的 電影院打工人生 那其實對一個新進的 員工來講啊 我們要學的東西其實真的不少欸 我覺得蠻多的啦 第一開始呢我今天大概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我們一般的工讀生可以 涉略到的電影院部門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樓層部門 樓層部門應該是每間電影院 剛進來的員工第一個會待到的部門 因為他相對來講比較簡單 跟好上手 那他的工作內容主要就是驗票啊 進場散場 打掃樓面 影廳跟打掃廁所 還有補一些備品 備品就是假如說我們的廁所的 衛生紙吸收入沒有的話 我們尋到就要馬上補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呢都比較熟之後 還有我們第二個要習慣的是聽耳機 聽耳機對一個新人來講其實真的 有蠻大的障礙的 因為有時候你正在跟客人講話 或者是你在介紹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正在驗片的時候呢 那個耳機進來是 根本就是聽不到的 所以要熟悉耳機的話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需要 大概有一兩個禮拜 其實蠻短的啦 但是還是要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熟悉跟要怎麼回 因為你只要按下去那個對講機的按鈕啊 你回的東西就要回得很正確 不能亂回 也不能在裡面聊天 這是重點 不能在裡面聊天 那再來呢這些東西 你都比較熟之後 你就會被分配到出餐的部門 下去學東西怎麼做 像是吉納棒烤多久 烤箱設定在幾度 然後爆米花機器要怎麼爆 熱狗堡要怎麼煮怎麼做 醬料怎麼擠啊 飲料怎麼用啊 冰塊要加多少 這些都是你在出餐部門的時候 會學到的東西 那其實如果就要看各家電影院 賣的東西有什麼 如果你們賣成多的話 那基本上你們員工要學的東西就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這些東西都比較熟悉了之後呢 你就會進入到我們的 最大最大最大的大魔王 有很多人會在這一關被刷掉 就會直接進入到就是 可能全部都是樓層的班啊 全部都是出餐的班啊 之類的 就是我們的售票部門 售票部門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我必須去說 我那時候學售票的時候 真的花好大的力氣 時間跟心血 下去學 因為大家不要看那台小小的機器喔 在螢幕上這樣點點點點點的時候 我們腦袋要轉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今天是買一般票 沒有要搭任何餐點的話 還好商量 就是全票按下去就好了 可是呢 大家也知道電影院 我們員工為什麼會想要一直推餐 就是因為有業績嘛 可是每一間電影院 有業績的方式不一樣 像我們的電影院呢 真的還滿好的 因為我們會有比賽 就是如果你是一般員工的話 每一個禮拜都會有比賽 你每個禮拜比賽得出來的分數啊 你賣餐是賣到第一名 你那個禮拜就會限領1500的獎金 我記得前三名都有錢啦 但我只記得第一名是1500 那如果你是組長的話 組長也有組長的比賽 組長比賽也是每個禮拜這樣下去比 第一名也是1500 所以如果你待比較久的話 你升組長 但是你還是會有一般 不是組長時候的班 你就可以去比說 你一般的比賽跟組長的比賽 如果你都達第一名的話 一個禮拜就現賺三千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個同事 他那時候 真的太誇張了 他那時候那個月薪水有到三四萬 就是比我們心裡還要多 但主要就是他推餐真的推得很厲害 就是讓大家想要買餐啊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那那台機器要怎麼操作呢 其實那台機器啊 學問很大的原因是 你每個按鍵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不要想說我只是去買個電影票 但是每個電影票的購買方式都有不一樣的鍵 假如說我今天是買全票 那就全票的鍵 我今天如果用信用卡 就會有信用卡鍵 如果你今天有各種不同的信用卡 有些電影院會跟某信用卡公司做合作 就有很多不一樣信用卡的鍵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團票進來買的話呢 就是我們書局可以買得到的那種團票 就會有團票的鍵 有優惠券的鍵 有什麼官方公司給的那種套票的那種鍵 就是每一個東西都會有不一樣的鍵 如果你今天按錯了 你就要晚下班了 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 假如說我今天上班 用這一台機器 那這一台機器呢 在你今天上班這段途中 就會是你的帳號 所以你上班的時候要更入 下班的時候要登出 下班的時候你就要把你今天 所拿到的這些東西 現金啊 信用卡卡單啊 優惠券的票根啊 你全部都要收集起來 到一個包包裡面之後 交去給我們有一個現金房 它是一個部門 那就是在幫每一個售票員工下班的時候 做一個check的動作 看你的帳有沒有錯 然後你的票券有沒有錯 信用卡卡單有沒有錯 所以這些東西全部都check到 你今天沒事之後 你才可以下班 通常這個時間都是15分鐘左右 有時候會更久 尤其是常當電影上映的時候 如果我那天是post班的話 我就會很晚才下班 可能就會多等個快半個小時 因為現金房要結帳要結比較久的時間 那我記得我有一個同事 他真的很可憐 他那天好像踩上 六個多小時的班吧 可是他因為key錯 跟收錯錢 他那天倒貼了兩千多塊 所以大家 如果有看到就是那個人 按比較慢啊 或是思考比較準 真的不要催他 因為每一個案件對我們來講 真的都很重要 每一張票券出出來的時候 就代表一個生死的決定 你知道嗎 當然熟了之後 這種事情就會比較少發生 其實在前期真的是 對新進員工來講 是一個非常棘手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啦 想賺錢的人 就是你真的是打工 想要賺錢的人 我不太推薦電影院 第一個原因是 我們電影院的班 其實真的不多 你要看喔 有些大的電影院公司啊 他的工讀生其實幾十個人 甚至有到一百多個人都有可能 那你要想 一個經理要怎麼樣 在這個院內 要把這些幾十個 一百個工讀生 然後下去做排班 他是一個非常大的學問 所以我們可能很長時間 如果員工很多的話 我們一個禮拜的班 可能有兩天三天 就開始投校了 有時候甚至 一個禮拜只有一天班 有時候還沒有班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想要賺錢的人 我不太建議去電影院 那我還是有待過 人比較少的時候 一個禮拜四五天班啊 然後都是排滿的也有 那我這邊如果你還是很喜歡 去電影院工作 然後就是想要賺個外塊 賺個生活費啊什麼的 你可以待比較久之後 讓公司把你升為是 樓層的組長啊 或者是售票部門的組長啊 那那個時候 如果你當組長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砍你班了 那一天的班一定會上到晚 不可能會砍班 然後說到砍班這個東西呢 就是有時候像電影院在淡季的時候 非常有機會遇到就是 可能早班下午的班啊 電影院可能 某個電影就只有一個人 兩個人來看 這樣來客出就會很少 這個時候呢 經理就會想要把人砍掉 就是會把一般的公讀生砍掉 假如說我今天是組長 今天跟我上班的 一般的公讀生有兩個 那今天來客出真的太少了 然後這樣看一看 其實兩個人就已經夠 今天的一個營運了 那經理呢 就會把第三個人的班砍掉 就是你本來可能上六到八小時 那他就會把你砍成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這樣子 那這就是電影院砍班的一個文化 那老實說啦 我覺得在電影院打工的福利 是真的對我來講是真的蠻好的 因為我真的很愛看電影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是 因為我那天沒有班也沒有課 然後我那天就想要把 我沒有看電影全部看完 我就規劃的那一天 我從早上大概十點開辦的時候 我就是看第一場的電影 然後看完之後呢 中午我就去美食街吃個東西 吃完之後呢回來看一點多的場 然後看到三點多 去販賣部買半價的什麼熱狗寶啊 爆米花啊 買完當個點心 然後四點多繼續看 看看六點多 原本我打算吃完晚餐再去看下一步 就看最後一步 然後看到九點多就回家 但是我看到第三步的時候 我真的已經沒有辦法思考了 就是沒有辦法一天 真的一天沒有辦法看太多電影啊 我覺得尤其就是我很喜歡看那種 懸疑的啊 或者是驚悚的啊 又動腦的那一種 所以到第三部電影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ㄎㄧㄤ表 大謊聲 我根本就不知道在演什麼 然後看完之後 就說欸我真的不行 我就要回家 我覺得這就是電影院的 員工的一個小福利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福利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呢 電影院是真的蠻可以考慮 就是你在大學時期去打工的一個職業 接下來呢 我就要再講一下 我覺得也是今天大家比較期待的啦 就是 我在電影院遇到一些比較 我覺得 比較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有我們同事遇到 我覺得我現在 還沒講我就覺得有點可怕 就開個燈 我記得那天是我上晚班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是一個空檔 已經晚上九點多了 然後因為空檔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會去尋廁所 跟尋樓面整潔 那時候我就去尋某一區 然後我剛好有兩個同事去尋另外兩區的廁所 那一間廁所的格局是長條狀的 就是你門一打開呢 最裡面就是兩間的那個馬桶區 然後它旁邊就是小便斗這樣 是南側 旁邊就是小便斗 然後這邊就是洗手台這個樣子 然後那時候門一打開都沒有人喔 然後我就開始做打掃 那我在掃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就聽到裡面那兩間廁所 其中某一間傳來就是 沖馬桶聲音跟拉衛生紙的聲音 然後還有男生咳嗽著 就這樣 這種咳嗽的聲音 然後就這樣 原來有人喔 所以我就轉頭 就是看了一下 因為那時候在用小便斗 我就轉頭看了一下那兩間廁所 可是我發現奇怪的事情就是 那兩間廁所的那個鎖啊 都是綠色的 因為如果你鎖起來的話 會變成紅色嘛 那那兩間的鎖都是綠色的 所以都是綠色代表 是打得開的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 一看到綠色的時候 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就是上廁所不鎖門 所以我也沒有先就是過去看 可是因為人家在上廁所嘛 我也不好意思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邊掃邊覺得奇怪 有沖水聲 有拉衛生紙的聲音 然後有咳嗽聲 基本上這個人是不是要出來了 因為已經結束了嘛 但是我在裡面待了一陣子之後 他都沒有出來 然後正當我覺得 是不是沒有人的時候 我心裡就開始覺得有點毛 可是我又不敢去開那個門 所以呢 我就跑跑跑跑到門口 我還在廁所裡面喔 然後做了一個 極白痴的事情 就是我把頭蹲下去看 看那個廁所 因為廁所其實都一個很小很小的縫 我發現 沒有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蹲的 你是坐的 你都會有腳啊 但是沒有 就是沒有 然後我就瞬間 起雞皮疙瘩 就全身起雞皮疙瘩 然後那時候真的很酥辣 我就馬上呼我另外一位同事 我就說 某某某你可以先來某一區的廁所嗎 然後他說收到這樣子 他不到幾分鐘 那時候我就直接在門口 就我沒有在廁所裡面 但是我站在廁所的門口 等那個員工來找我這樣子 然後我同事來之後呢 他說怎麼了 我就說 欸你去尋一下這間廁所 我去旁邊的那個殘廂廁所尋 然後結果他進去的時候 我看著他進去 然後他也尋完了 我跟他一起 就是我從殘廁廁所出來 然後他從男廁出來 然後就說 我說欸你剛剛那個 就是尋的怎麼樣 他說 都都是滿的 就是衛生紙啊那些都是滿的 我說那那兩間廁所呢 然後他說 那兩間廁所也都是滿的 他說 所以沒有人在裡面 他說沒有啊 就是都是滿的 然後滿乾淨的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不行了 我說好 我超崩潰 我真的超崩潰的 我說 好 但我也不敢跟他講 因為那時候講的話 就沒有人要 就是打陽斑 對那時候很可怕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很可怕 反正基本上呢 那一件事情就這樣過 我就 我那時候也沒有跟任何人說 就一直到我離職的時候 我才有把這件事情 跟就是其他員工講 然後 但那件事情就是 深埋在我的心中 很久很久 因為那個聲音真的太大聲了 他就是在那間廁所裡面發出的聲音 而且沖水聲音欸 重點是我人都在那邊 然後他又跟我說沒人 怎麼感覺會沒人 那我聽到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我同事他自己遇到的 其實我們的影廳 有些是比較大廳 有些比較小廳 那其實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去清那個比較大廳的啦 你就是 偌大那種四五百人的座位的那種廳 然後就只有你一個員工在裡面掃 那其實 我們有開燈的話 他也 基本上 電影院的燈 不會亮到哪裡去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他在清的時候 已經有亮燈囉 但他在某一排 就可能第十排第九排 掃很大 真的很大一個影廳 然後掃到一半 他就有聽到一個阿伯聲音這樣 這樣子 我忘記是咳嗽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想說 怎麼會有聲音 然後他就看是不是有客人還沒走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因為 也只有聽到一聲而已 所以他就繼續掃 然後掃到一半的時候 他快要掃完的時候 就在他耳邊聽到一個阿伯 就是探氣這樣 唉 的聲音 然後就 啊 趕快往外衝 就拿著掃去往外衝 然後他也不管他有沒有掃完 他就把燈都關了啊 馬上跟那個組長他們講說 某某聽就是打掃完畢 這樣子 下一場 等一下就可以放了 其實電影院還是會遇到一些比較 沒有辦法去解釋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電影院是一個 中年沒有太陽照到的地方 他就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所以 但有時候真的是 那時候我遇到比較常的事 都是在晚班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我在櫃台 我有看到客人從我的面前 走過去之後呢 我們櫃台就是 還是會有柱子擋住 那個設計啦 就是會有一根大柱子 然後他從我這邊往旁邊走的時候 經過那個柱子 他就消失了 可是櫃台這麼長耶 然後我那時候剛好是待在最右邊 所以 Taro從最右邊走過去的話 經過我左方的那個柱子 他再走過去我是看得到的 我只要再走到左邊的櫃台 我就可以看得到他 但是他就是不見 所以 唉 但我現在還是蠻 蠻懷念那時候 在電影院上班的時間 因為真的大家的感情都還蠻好的 而且能聊的東西很多啦 都是大學生都是年輕人這樣子 對 基本上就是希望 有在考慮想要去電影院打工的一些 同學們 年輕人們 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在電影院打工是真的還蠻好玩的 而且 也可以學到一些 跟客人之間的應對進退啊 跟經理啊 反應啊什麼的 如果你剛好被升為組長的話 你還可以學怎麼樣調配人力 跟排班 然後看一些什麼項目啊 就是你可以思考 東西很多啊 如果萊克蘇多的話 我要不要去補這個東西 要不要進什麼商品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學的 跟去思考的 然後跟去溝通的 所以這邊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這就是我電影院的經驗談 跟甘苦談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然後不要再做一些白痴的事情 在電影院因為我們都看得到 好不好 今天就先這樣子啊 我們下次見啊 掰